都会说台湾统神 为什么他已经自称是亚洲统神了 亚洲已经打贴无敌手了 红红亚洲统神还有青春可爱的主持人 布恩居的自然反应 麦卡贝每个月吸引50万人次观众 3 2 全程Live网络直播从摄影棚复控 节目企划一手包办 当然可别小看这些主持人 全都是在网络界各有粉丝 还得及时回答网友问题 已经有台版的Twitch称号 他们目前并不会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 他们其实都在电脑前面 或者说带着手机在外面移动 那这群人其实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主力观众 抓准收视族群的忠诚度 网络观众上的百无禁忌尺度 让主要收入的广告组认为 互动式广告效益更大 我看到广告我直接点 我就可以直接去下载游戏 那他的直接的这个地方 会比一般的电视台又来得更好 未来麦卡贝还要跨入时尚与音乐 与艺人或美妆部落客合作 就是要向YouTube看齐 打造台湾自由的网络平台 三选徐医生理宣新北市